一位身价过亿的老板经常一身穿着朴素 脚上穿着一双帆布鞋 没有高档的手表和名牌的手包 开着一辆大众涂锐 一点也看不出身价过亿 有一次聚会上有人问他 您怎么这么低调 他说像到了我这个程度还是低调点为好 在他刚开始穿越时身上没什么钱 遇到一个好的项目 准备找条件好奇的亲戚朋友抽钱 这些亲朋好友都拒绝了他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他能挣到钱 后来他的生意稍微有了些起色 赚了些钱 便在5A级写字楼租了个200平的办公室 装修特别奢华 随后借了辆朋友的保时捷 去挨克的请亲戚朋友过来参观 后来没过多久就有亲戚说能不能打点鼓 于是他一下就融资了1000多万 他的生意这才步入了快车道 而现在他的事业也稳定了 这些年该有的都有了 反而应该低调 各行各业竞争都很激烈 太高调了会被人点红 就很容易被对手视为眼中钉 现在闷声发财就好了 现如今就是这样 当你刚起步的时候 一定要学会包装自己 即使没有钱也要包装成有钱 让出结果 让别人知道这是个机会 才会有人跟随你 和你一起成功 当你真正达到一定程度 反而应当低调做人 这样才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让你的根基更稳 你认同吗 认同的关注点赞 可以用呢 我可以用这个 我可以用四处 我可以用四处 分使你